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金他们耕作的农田 是 耕作田 然后再夹带那些鱼水跟米流这样 流到路边上来 因为我们以前我们的店呢 都是向外面书签过来的 随时都会断店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能够有这个通见天理的仪式呢 我们回復差的高兴 南宇岛这块土地 是我们亚美族达武族的 不容许外人 没有通过任何的一个程序 就随意去开挖 11月23号 正式新闻给开挖人 献他在一个月内以后 背负原来的地物地貌 在台东南宇 又看到有外来者 开挖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土地 而且连南宇的乡公所都不知道 有人正在开挖 这个地点呢 就是在南宇的野油部落 与郎岛部落之间的沿岸 从11月9号开始 居民就看到了有大型的机具开挖 而且面积呢 已经达到了393平方公尺 也就是大约118平大 这个区域呢 现在是乡公所主管的原住民保留地 但是乡公所根本不知道 已经有人正在开挖了 而根据这个当地居民的描述 这位非原住民籍的外来者 疑似要新建度假村 南宇野油部落往廊岛部落之间的沿岸 部落传统领域被外来者的大型机具开挖 野油部落社区发展协会 在29号晚上与部落居民召开会议 针对大型机具任意在部落传统领域开挖 做讨论 30日则到乡公所做说明 南宇岛这块土地是我们亚美族 达物族的 那不容许外人没有通过任何的一个程序 就随意去开挖 我们希望乡公所能够在厂商 在进行更大的破坏之前 能够马上有所作为 位于蓝玉乡野油断地号001占地 总面积约400多万平方公尺 而开挖面积约有393平方公尺 开挖人廖姓男子 未按照行政作业程序任意开挖 而在11月9号动工后 乡公所已经举发 不过廖姓男子未停止动作 公所表示将会要求开挖者 在12月23日内尽速恢复地貌 若没有在期限内完成 乡公所将走上司法途径 虽然乡公所寄出举发的动作 不过目前这位廖姓男子已经不知去向 乡公所也无从得知 他开挖的目的是什么 以及他是接受哪一个厂商进行开挖 乡公所表示会随时巡视 一旦再发现有未经许可开挖的情形 就会马上制止 接着小美达森台东南域采访不到 美丽湾度假村的违建风波 至今还是备受注意 因为环保署的看法跟环保学者 以及环保团体大不相同 环保署表示 如果依照环平法 美丽湾度假村在备齐资料之后 依法的确是可以重新申请环平的 至于需不需要先拆掉才进行新一轮的环平呢 环保署把这颗球丢给了台东县政府 美丽湾度假村历经多次司法诉讼与判决 在101年9月最高行政法院判决 确定命美丽湾公司停止实施开发行为 且因环平遭到撤销确定 受理诉讼的徐家荣律师认为 台东县政府核发的建造应该售及失效 但是环保署跟台东县政府不但曲解法律判决 还持续发声明误导民众 依然拒绝拆除美丽湾建物 也就是说发的两张建筑执照 第一张是致死未经环平 第二张建造也就是所谓被行政法院撤销的建造 这两张建造依环平法第14条 第一项都是无效的 无效的 既然没有建筑执照 美丽湾就是一个违建物 那违建物就应该拆除 学界早已发表 拆除美丽湾为建 捍卫法治国尊严 在全国学术界联署 中研院台湾史副研究员吴乐人也说 即使美丽湾拆了 政府也应该要因为原住民传统领域已经遭到破坏 必须给当地的阿美族人一个交代 很明显就是在一个完全原住民族不被当作主体 纯粹被当作客体的情况底下 由殖民母国单一片面决定的 加上资本家的一个行为 那现在经过抗争 如果能够真的把它拆除的话 当然你这个 你当时你这个 你加害者 你当然要负一个赔偿 负源的责任 环保署却表示 依照环评法 美丽湾渡家村虽然撤销了环评结论 但是只需要补证资料 并没有必须拆除的规定 这样的见解 与法律界学者完全相反 美丽湾到底该不该拆 在法规的认定上 已经引发学界跟政府机关的角力 结果如何 还有待后续发展 博斥官员谬论 博斥官员谬论 捍卫民主宪政 捍卫民主宪政 记者格罗马号 立法院采访报导 不过一直到目前为止 台东县府表示 美丽湾渡家村 没有猜的问题 这样子的态度呢 一直以来也就是台东县府的态度 11月29号 立法院内 这个内政委员认为 台东县府呢 坚持不猜违建 就是向中央的内政不施压 台东县美丽湾渡家村呢 在今年的2月 被高等行政法院判决 还评无效之后 内政部长李宏源 也曾经明确的指出 美丽湾是实质的违建 所以呢 在立法院里面 立委要求内政部 必须行文给台东县府 要求重庆美丽湾还评之前 先必须拆除美丽湾的违建 才能进行西纶的还评 11月29日 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与亲民党立委张晓峰 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案 对于美丽湾渡家村 应该先拆除再进行还评 林淑芬说 关于美丽湾的还评被撤销 环保署长沈世红居然说 判决是没有意义且无效的 根本是行政权临降于司法之上 这是民主的调退 她说内政部都已经认定 美丽湾的建造是无效的 环保署居然还要狡辩 经过昨天内政委员会的审议可以得到一点共识 就是说0.99不管环保署还是这个内政部 他们都承认这一张建造是无效的 这一个东西应该可以立即拆除 那他们现在硬拗要拗5.99的这个部分 我们绝对不会让他这样硬拗过去 我们只是说他目前审查结论 开挖行为是许可 没有所谓的无效问题 那至于他后续怎么去处理 要不要拆除 那应该有原这一个 发给建造的单位去 依照法规去做处理 环保署表示还是依照环凭法 美丽湾渡驾村并没有立刻拆除的问题 美丽湾渡驾村的业者也表示 应该要依法行政而不是政治处理 拆不拆应该要依照环凭法 如果依法有据 渡驾村真的必须拆 他们也只能接受会全力配合 双方对法规的看法完全不同 他们有拆除的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是环凭结论被撤交 按照环保环凭法的规定 我们不是从来没有做过环凭 我们是之前有做过环凭 但是因为后来被撤交 所以他不是没有拆除的问题 因为这是法律规定非常非常清楚 他没有拆的问题 这个是很明确 这个相关的法令 他也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他的环凭一定要遵守标准 遵守环凭程序 然后由这些委员 他们来做决定 台东县政府也颁出环凭法的规定 强调美丽湾度假村没有拆除的问题 只剩下环凭程序的问题 这部分会继续依法进行 秘书长说 台东县议会也有议员表示支持 新建美丽湾度假村 认为美丽湾会促进台东地方的观光发展 美丽湾度假村到底该不该拆 政府部门跟民间团体 始终抱持不同的看法 记者葛龙八号立法院采访报导 南投县长李朝青涉谈收取工程回扣 遭到地方法院的裁定收押禁件 昨天南投县长李朝青遭到南投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件之后 李朝青进到看守所度过第一个晚上 看守所方面表示李朝青的心情看起来很平静 只有简单的进食并没有跟室友讲话 而律师团表示检方所提出的犯罪事证不够明确 将在五天内提出抗告 而国民党考纪会方面也为了顾及社会的观感 昨天决议将李朝青停权处分 另外嘉义县长张花冠涉嫌贪污泄密被提起公诉 高雄地检署侦办嘉义县环保劳务采购逼案 周五征查周节 检方认为嘉义县长张花冠涉嫌向厂商收汇780多万 昨天以贪污和泄密等罪嫌起诉了张花冠和相关公务员与厂商 中共21人 而一同被起诉已经被积压四个多月的张花冠包媚张英姬 昨天晚上被裁定100万元交保 此外张花冠还涉及大蒲美药草生物科技园区的开发案 嘉义地检署目前还在侦办当中 民进党中央表示张花冠目前还在起诉的阶段 没有党纪处分的问题 来关新天气中部以北 其实一连几天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了 都会区的观众很难想象 其实在宜兰大同乡的南山村昨天已经发生了土石流 土石流分红流下 部落居民在旁边不知所措 还有居民的机车就停在土石流的旁边 跑过去试图要救自己的摩托车 场面相当的惊险 这是宜兰县大同乡南山村居民 把11月30号下午村庄发生土石流的画面传到脸书上 脸书上面还表示 只是下点小雨就变得如此 居民是如此的恐惧 南山村长表示 已经又报请独立山工屋段来处理 工屋段的那个水流滴啦 下边去 好危险啊 其实那个水保机已经去勘察了 不知道怎么可能要做空 工程处独立山工屋段长表示 山区一直不断下雨 发生土石流的地区周边都是水田 土质比较松软 造成土石流从水沟流到马路也影响到村民的通行 索性没有造成村民或是防射的遭殃 公屋段表示已经清空马路的土石也已经封路禁止通行 不过村长希望工屋段以及水保机尽快来处理 因为8月的苏拉台风就在同一个地点 就发生了土石流直接冲入民宅 村民不希望再有任何灾情的发生 接下来来 下一个台北市采访报道 桃园县大汉西周边的河岸部落 桃园县以及坎津部落被桃园县府定义为是违建部落 长久以来这里的居民要求就地合法 在正式合法之前昨天就在期待了大约40年之后 坎津部落桃园部落可以暂时先享有电力 这对两个部落来说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希望的可以争取的正式的门牌 并且申请自来水 在桃园县长吴志阳 桃园县原民局长阿美族头目 以及三位原住民及议员倒数身相 桃园县大汉西旁的坎津小瓦斯 两个河岸居落的电正式启用 居住的地方都是搭建简单房舍 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争取用电多年终于获得解决 居民相当的开心 煮饭方便 很高兴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已经盼望到好久 因为我们以前我们的电 都是向外面书签过来的 随时都会断电 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通电天理的仪式 我们非常的高兴 虽然下着大雨 不过居民都穿着阿美族传统服饰 盛装出席 表示有电生活就变得比较方便 不过虽然现在有电了 但是基本的民生需求 自来水跟门牌还没有获得解决 桃园县长吴志阳承诺会来解决 现在已经在想办法了 而且下一次好消息 反正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就对了 虽然承诺会尽快来解决 自来水跟门牌的问题 不过何时会处理 桃园县长只说尽快 没有订出明确的时间表 谢谢 安心 谢谢 接着阿南帅马耀桃园大西采访报导 小部落大新闻 就在昨天苗栗南庄向天湖部落 展开了两年一度的Bashtai祭典 虽然天空不作美 下了一整天的雨 但赛下族风雨无阻 持续在祭场上延续祭典 当中不时有男性的族人 以打舌边的仪式 祈求云雾散开 南庄向天湖赛下族人 11月30号展开两年一季的Bashtai祭典 当晚6点准时展开迎邻祭舞 由主机家族朱家负责主导祭典的所有事务 风信家族则是辅助携伴祭典 这是南庄向天湖部落流传下来不变的姓氏规范 就连祭舞的起点也一定要从祭屋内 开始往外头祭场跳 表示对祭林的尊重 以前我们老人家都在里面都会烧火 开始的时候都要再从祭屋 我们那个神从祭屋把它一起带出来 跟我们一样这样去跳舞 像你们平地人也一样啊 他什么神明都是要从祭他们的庙里面请出来嘛 我们也是要从这个祭屋里面请出来 虽然是看得很简单 可是意义很重要的这样 在第一天晚上的迎邻祭典中 族人所吟唱的歌曲寒意主要是欢迎矮林共聚前来 与族人一同共欢乐 同时在进场中央最重要的仪式打蛇鞭 不时的会出现必须有男性族人负责 主要的含义是祈求波云见日 未来三天祭典祈求祖林给予族人好天气 让祭典顺利进行 朱国平表示打蛇鞭后在祖林庇佑下 天气整好几率相当高 打蛇鞭这个是要让天气开朗 还有迎那个什么东方的月亮 来照我们在这边来牵手 如果说稍微这个雾 就是游雨啦像新天下雨啊 就要差不多了也要去打蛇鞭这样 以前的话就会很零真的 那时候变出来它这个雾都会散开 这样就是这个意义 有效吗 有效啊有时候有效啊这样 祭典中族人手背的屯铃及姓氏奸骑 在祭典结束以前都是不可拿下或离生的 只能交替给同家族另一位族人 持续摆动不停息 从外来观赏祭典的民众 也都必须接受芒草的洗礼 才能进到祭场与族人共襄盛举 这也是塞下族人相当重要的禁忌之一 虽然天气不作美 但对族人来讲风雨无阻 祭典持续举办的决心 就连祭典的时间日期也不曾因天气因素 而有所变动过 记者阿布斯阿利夫 苗栗南庄采访报道 今年来全球掀起一股玛雅末日预言的风潮 不过不少玛雅族人已经多次的公开澄清 玛雅的立法与世界末日无关 而是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为了迎接崭新的时代即将来尼 中美洲墨西哥的玛雅族人 最近开始举行长达好几个星期的火迹 这里是莫斯科四查普尔特佩克公园 的内茶瓦尔特乐客纪念广场 在一群玛雅舞者身上穿着的 据说就是在西班牙人 于四六世纪入清美洲前的 古代玛雅族人服饰 乐师们紧凑的几股 全身涂满蓝色颜料的舞者坐在篮子里 被抬着进场 除了在服装和跨装上认真考据之外 现场的人员配置 音乐和舞步 都尽可能按照传统仪式要求 这项仪式的目的 是又庆祝一个旧时代的过去 按照所谓的玛雅预言指出 随着今年12月21日 玛雅长纪律的结束 将会是人类世界的末日 由于玛雅预言 被多部电影和小说设定为故事主题 故此 所谓的玛雅预言 就成为各界谈论的焦点 不过 有人认为 所谓的玛雅预言 纯粹是被炒作出来的话题而已 相对于世界末日的说法 这群舞者还有其他更大的困扰 舞者们希望能够在12月21日当天 在玛雅遗迹中重现这项火祭仪式 不过 墨西哥政府不同意这项做法 玛雅族人认为 玛雅考古遗迹本来就是玛雅族人祖先留下来的文化资产 而火祭又是玛雅族人的传统仪式 所以对于墨西哥政府的举动 玛雅族人感动不满 另外由于玛雅立法以394年为一周期 上一个周期结束于1618年 正是西班牙人入侵的殖民时代初期 由于新一个周期即将来临 玛雅族人希望这是一个更美好时代的开始 记者邱的真编译 已经有半世纪没有见到的排湾族传统屋的活跃窗 现在出现在了台东大鸟部落 早见大鸟部落北侧一角 两位部落齐劳认真的在排楼两侧柱子进行定木片 以及用竹片包装 努力的赶时间要完成 这个象征部落的指标建筑产业发展中心 传统屋即将完工启用 这些大鸟部落来说身具意义 这一座产业发展中心的新建 主要是未来当作部落的产业行销的集货场 大鸟粗产树豆及小米 其老用黄藤编织绑竹片还有屋顶的茅草 甚至周遭也充分利用漂流木来凸显 原住民住地取材的概念 大鸟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表示 大鸟部落人口约1400人 但外流人口几乎占部落的一半 希望在传统屋的完成新建后带动部落的产业 我们的屋顶都是用老式的传统的工法 用黄藤去编制去绑这个竹子 还有这个茅草 茅草屋顶 另外我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的窗户跟门的活业 都是私传50年以上的这个活业 一个传统的工法 执行长表示 大鸟社区发展协会向行政院圆明会提出 101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计划 共争取到50万元经费 投入部落产业发展的计划 希望拥有硬体建筑之后 努力为部落创造产业生机 记者搞得分享 郭六十台东大五采访报道 镜头转到高雄 高雄市桃园区的天籁布农音乐剧正式登场 同时尸体跟着摆动 像是一个优美的声音 跟市长陈菊与部落长者牵手 共同吟唱八部和音 表达丰收美好 以及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 11日30日在高雄市举办了 天籁布农音乐剧宣传活动 将呈现布农图重要的八部和音 并期盼未来将八部和音 成为高雄的重要节庆级精神 这样的一个八部和音 我们非常期盼 经营在我们布农音的兄弟姊妹 包括我们在桃园区 大家的努力 未来我们的八部和音 应该像高雄市 我们的内门宋江这一样 都是高雄市非常重要的文化之长 布农音乐剧当天 当地居民也将呈现 农特产竞标展售 布农族美味料理 也推出了八部和音为主的歌唱竞赛 诗歌展演 主要的内容当然是以八部和音为主 当中我们也有推一些诗歌的展演 因为布农族大概是以天主教 基督教为主 所以有诗歌展演 跟卡拉奥佩一般的主义创作的比赛 这个活动是全国性的 我们大概有分布在四个县 这16个乡镇的布农族乡镇 都会同时参与 布农族八部和音响于国际 也借由音乐剧凝聚布农族乡行李 而这一次天籁布农音乐剧 将在12月7日8日热闹登场 接着摩定高雄市采访不到 受到方面通过天气相当不稳定 各地都有下雨的情况 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 不仅会有较大的雨势 下雨的时间也比较长 气象局表示这样的天气 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 预估星期二将会有大陆冷气团报道 低温将会下滩到只有14度以下 民众要做好准备 接着来看旅游气象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相关的新闻题材 要提供给原市 或者是对新闻内容有任何的建议 欢迎拨打原市的科目专线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老外福德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